好 继续 明镇小组来到了石瓶部落 那么花东部落农产品加工生产合作社 不仅为部落推广在地美食特色旅游之外 未来也规划金色大地案 让更多人透过这项计划来认识浊西乡布农族 而这次明镇小组来到石瓶 计划主持人以及部落在地的年轻人也大胆说出想法 总招也表示支持 浊西乡石瓶部落一直是游客最爱 绿油油的稻田 田径的部落来到这里新旷神营 华东部落农产品加工生产合作社 不仅为部落推广在地美食特色旅游之外 未来也规划金色大地规划案 让更多人透过这项计划认识浊西乡布农族 这次明镇小组来到石瓶 计划主持人以及部落在地年轻人也大胆说出想法 那我们想说怎么样在 不能讲说很暖 怎么样在这边循序渐进 透过每一个不管是短程中期长程也好 我们也是慢慢把我们石瓶部落 变为我们这个浊心像一个亮点 那因为我们一直觉得 琢磨在它 它这么美 这么漂亮 那也很容易被人家看得见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想说我们是不是有这个机会 可以让我们石瓶部落 这个在各位委员 那是不是有机会可以来我们这边 琢磨来扶到我们可以有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外观景点也好 那可以辅导我们可以变成一个激励 可以做我们一个浊心像的一个大门 总招以及一些议员 金淑敏也都纷纷提出自己的建议以及想法 总招表示万事起头难 也非常支持认同李氏主席的想法 很多的起头真的是很难 我们也把北边从一个 从最早它是一个小旅村 然后我们做出了就是周边商品 然后去术语就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然后来做一个小旅行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背包客 你可以就是跟他们做结合 但是其实有很 你不要讲说外地人可能花莲者 我就是第一次到这儿来 所以就变很美 但是美你要怎么去把它呈现出来 真的我是听老师刚的 我就觉得这个设计师很厉害 活动部落农产品加工生产合作社表示 这次透过名券小组来到部落 让议会听见金色大地规划案 也得到议员们的肯定以及期待 近期会尽快地跟部落年轻人做讨论 将计划案拧定出来做修改之后送出 未来能够成为浊西乡新的大门 记者高双双佐西乡采访报道